山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吉 我是阿琳 歡迎收看吉林來公告 你有在用LINE嗎 當然啊 現在大家也都用LINE在聯絡啊 那你有常常傳一些消息給朋友嗎 有啦 只要是我覺得重要的 還是有差別消息 我都會傳給朋友啊 這樣你要洗腦喔 現在政府在聊幾個消息 蓋一丟就要發你三百萬喔 怎麼會這麼恐怖 但是你敢知道 如果是政府看完放假消息 不然沒事情咧 還可以選我咧 怎麼會請這麼多 不然我就來講一些案例給你聽嘛 好啊 你知道誰想到利用媒體來辦案嗎 那當然是侯寬人檢察官了 是啊 當初太久也要走 對啊喔 高雄和身體的檢察官 一樣都會受到黑暗了 但是他們調查以後 發的病無人的遺憾 就都會遷盡了 這樣侯寬人 抓他可以一案三半嗎 一樣的黑暗了 到了侯寬人的手上 警人都沒有調查啦 就帶到大坡的警察啦 還有通知媒體喔 收縮太久門的全性的導管 接下來就放假消息了 我又說太久門早起 又又說太久門招勞水 哪有可能又是早起 又是招勞水呢 你朝沒人給政旗子 經人又說太久門吃小貴啦 這個妖魔化太久門啦 陷害後太久門輸得9萬人 你用妹替我黑 做成未勝勝負 八百步 嫁要你到黑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他 怎麼放假消息 來陷害太久門啦 民國85年宗教掃黑 太極們無端遭受池魚之殃 高雄與新竹地檢署 同時接獲不實檢舉 皆查無不法而牽結 然同年12月19日 侯寬仁檢察官 竟違反一世不在裡 違法大規模搜索偵辦太極門 偵辦過程 侯寬仁不斷違反偵查不公開 大量洩漏不實辦案內容給媒體 造成400多篇連載式的不實報導 及12家電視台 70次以上的播報 我從他的眼神裡面 看到一絲閃過一絲的陰影 以我們辦案的字節 就是說認為他應該有養小鬼這個事 一個檢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要起訴你的話 那我們台灣就永無寧日 侯寬仁用養小鬼的名義起訴找的人 但86年4月15日起訴前 他卻完全沒有詢問過找的人 在4月16日起訴書在媒體公布之後 遭受到司法界還有大眾輿論強烈的抨擊之後 侯寬仁才在4月17日上演 再次的指揮調查員到太極門的道館 找所謂的證物 他最後查扣了一把陶木劍 公開說這個時候會拿到法院當作養小鬼的證物 而到了4月17日的下午 侯寬仁才總算首次詢問了找門人是否有養小鬼 找門人當然回覆沒有 但早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起訴書早就已經公布 造成社會負面觀感 甚至到了5月5日 侯寬仁他還自己上媒體 新聞百分百節目接受訪問 在節目中他還大言不成的說 他是根據找門人眼神中 閃過的一絲陰影 所以認定他有養小鬼 而他說要作為證物的這把陶木劍呢 根本從頭到尾 在所有的法院停期的審判過程之中 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直到了這個案件終結以後 代理人申請要返還這把陶木劍 結果發現這把陶木劍竟然不見了 侯寬追殺太極門的手段 還有更惡劣更狠毒的 就是聯合國稅局來去做重稅重罰 事實上在85年的12月19號 侯寬搜索太極門的當個晚上 找門人都還在偵訊中 中式新聞晚間新聞 他就已經發布了獨家新聞 播出了搜索畫面 而且隔天的報紙頭條 就出現太極門涉嫌炸財 31億討漏數億元稅捐的不實消息 也就是一開始 侯寬人就打算安給太極門這個 討漏稅捐的污名 為了坐實這個指控討漏稅捐這個罪名 侯寬人在起訴前6天 傳訊了一個從來沒有到過太極門實質調查的稅務員 叫做史悅聲來做偽證 污指太極門是補習班 是老鼠會 說幹部有抽成 而涉嫌這個逃漏稅 但這些不實的證詞 侯寬人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過找門人夫婦 也沒有給過任何說明的機會 他就在起訴書中直接引用 這個偽證作為逃漏稅捐的唯一證據 來提起公訴 並且移送國稅局要求做開法還有補稅 在12月23號 侯寬人發函給合作金庫 要求凍結掌門人夫婦的帳戶還有存款 那根據由合作金庫12月28號的回函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這兩個帳戶的餘額總共只有61萬多元 但侯寬人竟然在起訴書中捏造了32億的不實金額 並將這筆金額同時指為是詐欺所得 另外又說是補習班的學費和營業收入 一方面請法院依法去沒收 一方面又移送到國稅局去要求搶增課稅 同一筆金額怎麼可能同時是犯罪所得要求沒收 又同樣是合法的補習班學費跟營業收入而要課稅呢 這個太極門案85年12月19日 查到搜查到兩本存部61萬 結果第二天的報紙所 太極門師傅有詐欺收入 換補習班所得31億 然後呢沒有證據的 我就講說這個寫小說也不能這樣推論 結果我後來看為什麼會有數字出現 我大概看了說61萬乘以5000倍 剛好就是31億啦 那事後的所謂證據啊 都是可以證明是假的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數據 那些偵辦體錄啊 什麼證人體錄啊 是什麼時候做 絕對是在12月20號以後的 查稅的話會有說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討論多少 然後才去製造證據配合的 這個東西啊 不要說是非法課稅 非依法立課稅 那個真的就是所謂的栽贓王華 才是61萬說31億 那這都是憑空想像的 能夠用憑空想像的東西 去給人家課稅執包 那這樣還要 稅監機關幹什麼 找幾個這種檢察官就夠啦 真的是很幸福啦 尤其是讓我們走到 有良心的法官 承認我們太極門千八 但是喔 一放了那麼多幾個小時 不然沒有主流出發咯 又一路成功了 現在還高興到法醫研究所做所長呢 這樣合約又有天理啊 本來喔 想說我們走到這裡 就應該這樣結束了嘛 沒想到國水球說法醫牌沒算啦 2020年 建人家聯合行政地行事 違法公英打賣太極門的受益生態啦 經過25年了 這裡的違法官員 那又是用同樣奧博來抹黑 抹黑白色 是啊,行政在行事後 先利用媒體 放月後一週刊到週刊完 先抹黑太極門 在違法法不太強門 受行勝第一 經營又聯合責任的建設 製造了九一九的責任案 一個六十幾歲的黃成志工 違法台報 我們就來看這個過程 這麼多警察來呢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只是在這邊 我們全省 有超過一百多個到兩百個點 正在進行街宣 但是為什麼現在又針對我們 讓我們害怕耶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全部都站在別的地方 也沒有人跟我專一而一 但我們會害怕啊 我們真的害怕啊 請問我們侵害了你從全一 但我們也沒有在這邊 請問我們違法了嗎 我們沒有在這裡 真的嗎 對啊,你們這麼多人集結在一起 是衣服要做什麼呢 大家害怕你們居重痘 我們沒有居重痘 那就有違法的時候再宣告我們 或者說可以舉牌 我們看到你們舉牌 我們會問 到底我們是哪裡違法 好不好 好了 不到啦 那他抱完就沒可能是啦 按照幾岘資訊 請坐 我要盤查你 放森棒 我們想要問一下 他要盤查他的身份 他要盤查他的身份 直播,現在在直播 你現在影響到我們知情了 我們沒有影響 誰錄就盤查身份 當天警察幾乎盤查了 所有在場的志工 要嘛你就直接 當大規模盤查結束後 志工們陸續離開 沒想到半小時之後 警方再度折回現場 以現行犯名義 直接逮捕當時已無舉牌 只是單純站在路邊 等待子女接他回家的 黃信志工媽媽 就是有告訴人了 有告訴人是不是 你現在你是代表人就對了 告什麼名義 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嗎?你是按油人嗎? 來,你... 我們現在在處理案件好不好 來,你手機收起來不要拍 不知道嗎? 什麼東西? 這是他的權利啊 這是他的權利啊 我等一下跟你做 比如說跟你罪名告知好不好 等一下我逮捕你 警察會跟你罪名告知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好不好 配合就好了 先配合,來 不要動啦 不要動啦 你不要動啦 你不要動啦 警察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 未經當事人同意 便禁字翻找放在地上 不屬於黃信志工媽媽的體代 這是你拿的 要不要來 是不是這張這是你拿的 你拿來 是不是 沒有武器 是不是 最後 警察在翻早自排後 強行將一張自排塞到黃信志工媽媽手中 並未告知任何罪名 以現刑犯名義 將他逮捕至六家派出所 警察的逮捕行為 完全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89條第一項 執行居體或逮捕 因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居體或逮捕之原因 以及第95條第一項鎖獵事項的規定 並且 如果是現刑犯 警察為何第一時間沒有逮捕 為何去而復返 才只稱手上已無任何舉牌的黃信志工媽媽是現刑犯 更令人不解的是 黃信志工媽媽最後竟然在被告罪名一遍再遍的情況下 遭到警方漏夜偵訊 警察不是應該是人民的保姆嗎 怎麼會變成行政在行事的打手 這百分教的局長謝伯賢一樣 勝負勞志工親民打賀 再幾幾幾幾幾幾幾是報名 全部都是黑白說的白說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9月20日事發第二天 竹北分局分局長謝伯賢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並發布新聞稿 企圖透過媒體與輿論 將黃信志工媽媽抹黑成報名 顯然違反警察行政中立的原則 嚴重破壞警察公正形象 隨後9月21日 行政執行署企圖合理化警方違法逮捕行為 發布新聞稿指出 志工在執行人員上班經過大門口時 夾到怒視 謾罵甚至拍打車窗 包圍公務車妨礙進出 致使太極門案主任執行官李貴芬心生恐懼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現場的監視器畫面還原了事件真相 這支影片的拍攝地點 是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的機械停車場門前 當時李貴芬的車子是在等待停車場的鐵門開啟 並非遭到法稅改革聯盟志工阻擋 而且依據影片之畫面 志工根本沒有拍打車窗等強制行為 那9月9日他就去這個分數的大樓停車場 那當這個執行官要進這個大樓的時候 他就拍打他的車輛 那個影片我實在看不清楚到底有沒有拍打 我沒有我剛剛那個圍了七個人我是沒有看到拍打車輛 但是法務部執行署的這個新聞稿 他是有提到的 曾引發輿論關注的919竹北事件 對於黃信之工媽媽 新竹地點署終結偵查予以不起訴處分 還黃信之工媽媽清白 黃信之工媽媽的行為完全是合法的言論自由的行使範圍 我是竹北分局長謝柏仙 這邊竹北分局就是我在當執行官首長 所以我是來講我願意負責任 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不可以到人家的家裡面去 到人家的家裡面去 我只告訴各位台灣是民主法治國家 不可以到人家裡 不可以到人家裡 那句話 不可以到人家家裡 不可以到人家家裡去 我們沒有在 各位觀眾朋友我們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這邊我們在路邊 竹北警察的濫捕與不實指控 已造成黃信之工媽媽身心嚴重受創 醫師診斷為急性壓力症候群 後來黃媽媽也獲得了新竹地檢署的不起訴處分 那我們看看這個不起訴處分中明確地指出來 黃媽媽舉牌的內容是屬於可受公平之事 舉牌人的內容是屬於意見表達的範疇 因受到憲法的保障 919竹北事件黃信之工媽媽對謝柏仙提起自訴案 9月28日下午在新北地方法院開庭 針對非法逮捕黃信之工媽媽事件隔天 前新竹縣竹北分局長謝柏仙開記者會 發布不實指控的新聞稿 造成黃信之工媽媽的二度傷害進行審理 再問你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報案 如果警察只是他講什麼你就做什麼 然後你們就去就去處理人 不用去看事實的真偽 例如他人生受到受到這個這個迫害的時候 就像拍打車窗 一定要提供免戴嘛 那你在你承辦人員不會看嗎 只因為他是執行官 所以不用看 只因為他是地檢署那邊的相關單位的人 他們報案就有差異的來處理這件事嗎 以身任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督察長的被告謝柏仙 當庭承認 當時並沒有查證內容 就開記者會發新聞稿 他沒到現場 不知道黃信之工所到的確切位置 他也相信黃信之工 並不知道主任執行官的住家所在 對於造成 無辜的黃信之工媽媽身心受創 即使司法已還他清白 竹北警察 從事發至今 人從未給予任何慰問或道歉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件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法律法學問題 就是我們平常在網路上評論 大家都說發表言論要小心 要慎重 你要經過查證 不要隨便去妨礙別人名譽 可是今天如果是國家機關或者是公務員的時候 難道他們就可以不小心嗎 他們如果講話的時候太過誇大 或查證的時候不小心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負擔相應的責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為畢竟大家都相信機關講的話 一定很有公信力 那萬一機關講的有錯怎麼辦 尤其機關講話如果又涉及到個人的時候 影響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個案其實有很重要的法律問題在裡面 太極門案件跟0919黃媽媽事件如出一策 都是致死被構陷所產生的冤案 那侯寬仁的所引發的太極門案件 這個已經大家很清楚了 因為監察院也做過調查報告認為 他有八大違法 法院也判決無罪無罪了 然後也都懷疑太極門清白了 所以太極門案件已經落幕了 那黃媽媽的事件 其實青竹地檢署也給黃媽媽不起訴除分書 也還黃媽媽清白 黃媽媽的行為完全是 合法的言論自由的行使範圍 他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也沒有所謂侵害到任何人的權利 那今天黃媽媽這個事件 竹北分局的分局長謝柏賢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發布了新聞稿裡面做了一些不實的指控 造成黃媽媽的二度傷害 我們是認為說國家機關 他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要慎重 今天開庭的時候警察也說 因為時間很趕他們也沒什麼查證 也沒有看什麼資料 就開記者會就發新聞稿 請問一個國家機關 他握有這麼強大的公權力 他可以這樣濫用他的公權力 對人民造成傷害嗎 他可以不用做任何基本的查證 就濫意指控人民有違法的行為嗎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案件的意義 跟一個善良的老阿嬤 這罵到要去看醫生吃藥 真的是很不良心 但是你知道 救救救助走後 這個法官的局長謝柏賢 雖然是五星保持總隊的督察長 連他的中間 他們的警察局長王家綺 就五星行使警察局做副局長 哪會放雞消息的人都會生肝呢 更嚴重的是幕後的黑手 行政地行室的副書廠陳銀錦 他如果放雞消息沒過太久 還在陳清旭的案件中 拿雞消費幾季家費 公人公白十放雞消息 我們就來看這個個案 官方在執行記錄1.8萬交通罰單 拍賣陳清旭一家三代組錯的索爾卷宗內 沒有查封的照片 而且街坊鄰居沒有人知道被查封的事 2020年4月間 各大媒體報導引發民眾與各界重視 其中最大的爭議點之一 就是沒有貼查封公告 2020年5月6日 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銀錦 開記者會舉出陳清旭八大違法 並出示2018年4月27日 有查封封條照片 認為有貼封條 不正確凿 陳銀錦在新聞稿明確表示 查封有照片違證 並算前科總帳 並表示要杜絕違法 顯然要藉著這查封封條照片 讓執行署一切合法 殊不知天使藏在細節裡 讓魔鬼照片不能得逞 因為只要將陳副署長手中拿的這張照片 放大再放大 就會看到有4台冷氣機 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張照片 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和卷宗內的照片和人物都不一樣 突然有人靈光乍現 打電話給陳清旭 請他去看第三台冷氣機是哪一年的 他看了 回報說是2019年 所有的困惑見到這2019年的天使 突破重圍 使得黑暗中找到光明 這第三台是2019年出場的 申保牌冷氣機 是陳清旭鄰居邱先生 在2019年5月母親節後才裝設的 人們關心的是 如果執行書記官在2018年查封時 沒有貼封條 就應該勇敢承認自己的書師 不要為了入人與罪 事後才補拍照片 甚至在2020年媒體記者會上 表明確實有依法張貼封條 出示2018年的查封照片 甚至在法庭上 當法官問 執行書記官 怎麼會查封筆錄中沒有查封照片 直到2020年才拿出來時 執行書記官硬要說 是他從老公的電腦中的垃圾桶 找到2018年的照片 為何執行公務的書記官 要將查封照片 不放在公務電腦中 也不放在查封筆錄中 卻要放在老公的私人電腦中 而且老公的電腦 還要兩年都不清空垃圾桶呢 比對當時的冷氣計台數 應該只有兩台 怎麼可能出現第三台 第四台呢 這張查封照片 是查封當時的真實照片嗎 真相只有一個 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照片是誰拿出來的 是陳茵錦拿出來給媒體 書犯刑法第216條 時間點確定 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審判長 法官黃依瑜 法官黃靖怡 法官郭韶敏 法官問時間點 被告等人稱是 2018年4月27日拍的 只要照片放大放大 這麼簡單 就可看到四台冷氣機 因為背景的冷氣機 出現第三台 第四台聲保牌冷氣機 是在2019年5月 母親節後才裝設的 在2018年只有吹電風扇 所以只有兩台冷氣機 一台是陳清旭的 一台平手牌 是隔壁鄰居邱先生的 有查封封條的照片 為什麼露線呢 因為出現當時 不應該出現的 另外兩台冷氣機 官員堵照片露線 官員自己在2020年5月6日 提供的照片 原以為可以將陳清旭案 遺到毙命 在2018年4月27日現場 應該是兩台冷氣機才對 怎麼可能出現共四台冷氣機 小學生又知道這不對勁 應該聚焦在 衛造查封照片 不時登載查封照片 行使不時登載的照片 2020年5月6日指責八大違法 杜絕未發等 人家說他有哪有成功 沒有錯 他最近高生平等地檢室的檢室 檢室檢室檢室 唉 沒想到政府一起來說 要抓假消息 放假消息的官員 算一個一個都成功 法律之情 人人平定 但是我們的政府 只能夠求官報費 不准八歲來點營 一些阿公阿嬤 不小心專團 一些消息 就有可能被約談 被罰款 但是這些官員公民開 家家回公80歲 放假消息 什麼都成功發財 叫人人是要怎麼相信政府 政府如果中用這些官員 只會有其他的官員 有他們發揮 這樣政府 只會越來越腐敗 小英總統 趕緊把這些法官員 切一查辦 換一個有良心的官員 台灣才有希望 政府如果要簽名 官員就要有良心 最後我們就來聽這首 良心時代的官 希望這些藝法官員 都可以趕緊把良心找回來 感謝大家今天去收看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還有更多人看 我們再會 謝謝各位 人人的感做好人 良心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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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良心在意在何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世代 好人到命来 良心世代 良心依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